主席早安 主席帮我有请农委会 陈主委 陈主委 主委 首先我想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命题 当然民众还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吃到安全的猪肉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对于多数的民众来说 PTT请回到前面 对 对多数的民众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 PTT回到最前面 对 还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吃到 我们想要吃的猪肉 而我们现在吃到的猪肉 是不是我们认为的 就像刚刚前面几位 我也都特别提到的 就是标示的问题 如果就追踪来讲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民众多数喜欢吃的 当然还是我们的台湾猪 台湾Port 那么现在当然有标示 只是这些标示 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溯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从过去农委会 再推所谓的农产履历 不论是生鲜蔬果 以前我们追究的是农药残留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知道说 现在我们所吃到的生鲜蔬果 有没有农药 有没有其他的残留 其实这都是 同样的命题 就是我们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要安全 我观察过农委会是有所谓的三张 一Q 也就是透过QR Code的扫描 我们是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所吃进身体当中的农产品是什么 但是重点就来了 我们的国产猪肉 就像我们现在从各个行政部门 农委会 食药署 等等所提出来都说 我们其实喜欢吃的是国产猪 但是国产猪 其实现在可以溯源的比例 还是只有46% 如果是这样 其他的猪肉 我们到底怎么样健全 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主委我们知道 之前前一阵子 大家在追口罩的时候 曾经有许多 这些网路上面的高手 键盘高手 是协助制作了所谓的 口罩的APP 那么在这个我们现有的QR Code 等等的这样的制度底下 有没有可能透过区块链的方式 透过区块链的方式 透过我们现有建党的 这些猪肉的追踪 我们来进行 食药署农委会来做 所谓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区块链 或者是APP的建党 让大家来追踪 看下一张 主委 这个完全同意委员的建议 因为消费者很喜欢吃国产猪 所以现在怎么让消费者在市场上 不管是到餐饮场所 或是所谓的要买卖相关猪肉 跟猪肉加工品 他可以辨识 所以我要特别跟委员 那个透过区块链是一个 我们正在执行的部分 这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我要补充数据 刚刚讲的三张一Q 应该是说 现在所有的国产猪里面 透过我们的售员 跟CS产销履历等 在目前的市场占有率是8成8 所以不是4成多 我想要特别的来加以说明 那第三个 到底怎么让消费者在市场上 有选择到 我刚刚还是要特别回应 很多委员在咨询说 为什么要标示产地来原果 因为就是标示产地来原果 就是让消费者清楚 他要选择哪一个 莱克多班就美国有用 加拿大西班牙这些国家都不会有用 所以反而标示产地来原果的时候 对养猪产业是更好 对消费者就很清楚 我就是要选择哪一个国家的猪肉 所以这个部分农委会会 除了自己的国产猪标章 会上路以外 那卫福部今天送来 大院审查的清除标示 不管在餐饮场所 跟整个贩卖场所 会搭配我们刚刚委员讲的 这个售员体系 还有卫福部的会最不可 所以像这样的售员利器 或者是利用网路上面的大数据区块链 我们的进度如何 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做 因为民众最想知道的是说 我去买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一键扫描 现在每个人都有数位手机 我打开QR Code扫描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澳洲 来自于美国 还是来自于台湾的台湾猪 这恐怕是大家最信任的 我应该是 是讲说只要是国产株 回到刚刚的三张1Q 只要拿你的手机扫描下去 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畜牧场 所以这个部分国产株已经做到了 那国外的部分呢 就直接是在标示 包装食品就看背后的标示的产地来源过 散装食品的部分 我们也会力求要求所有的店家 也是要标示他的产地来源过 所以是不是可以利用咨询的时间 清楚的告诉本席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致力在开发 APP或者是网站相关 让民众可以更直接的 就是不只是透过你看到的标章 而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就有一些数据可以 QR Code可以扫描 可以知道自己买的 这个猪肉来自哪里 跟委员报告 下个月开始开放所有的商家 店面申请我们的台湾猪标章的时候 我们全部就是用APP 直接上网申请完之后 以后消费者可以看到一个Google Map 他可以看到说这家餐厅 有没有挂所谓的台湾猪 国产猪的这个标章 这个在12月就会全部的来上路 那我们也不只是认为所谓的要标示国产猪 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很多的商家卖的产品 农产品到底是国外还是国内 我们接下来要推的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全店面的这样的一个换售的这个标章 好主席最后一点时间我想有请这个陈时忠诚部长 部长不好意思 其实我想询问的另外一个命题是有关于旅游有关 我们当然知道现在防疫还在紧锣密鼓非常滴水不漏的阶段 但是现在除了我们听到的帛琉 可能所谓旅行泡泡之外 最新的讯息是现在其实包括日本南韩新加坡这些国家越南 他们其实要成立所谓的旅游泡泡 也就是他们自己要自成一组了 那对于台湾来讲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有可能有望 透过特殊的关系的一个交流或是制度来进行所谓的旅游泡泡 旅游泡泡是你说指的澳洲日本韩国 他们现在在做嘛 那我们之前其实先讲的是帛琉的部分 那现在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还是回到疾管署CDC等等 他们怎么来看疫情 那么像这样子别人都已经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自己对于第一个先提出来有可能跟我们的邦交国帛琉 这个旅游泡泡的部分现在的进度会是什么 那疾管署或者是您这里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对于帛琉这样的案件 当然有两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但是我们是想要促成 那至于刚才讲的澳洲日本韩国 这个我们要审慎以对 那目前正不考虑 所以帛琉的部分目前还在审慎评估当中 还是说其实有一个是这样的前提 在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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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部长 谢谢林楚音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陈娇华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先请石耀署署长 请吴署长 我们现在的美珠是有进口 那现在的美珠进口呢 是不是整个货柜进来 那整个货柜进来的话 现在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对不对 那上面的那个证明是怎么样的一个标示呢 它一样就是有它出厂的一个屠宰的地方 屠宰的制造厂 它应该会标示说它是没有莱克多巴胺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进口的美珠 没有 对 没有标示 对 因为动物药药非常多 所以我们用抽烟来看看如果有违法 但是我们禁止现在是禁止有莱克的这个租嘛 对 所以现在它给的证明应该是有这个不含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标示啊 或者是这个证明啊 不会出这样的证明 因为我们订的动物药药的标准非常多 他们 我说他们有没有出这个证明 没有 没有 如果不合格 我们抽烟到不合格就是罚6万到201 那那个证明今天可不可以拿给本席看 证明 就没有这个不含莱记的证明 就是每一个货号进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货品 那上面的这个给的这个证明 就是防疫卫生这些吗 好 请拿来给我看 好吗 可以 可以 是 谢谢 那我们请部长 请陈部长 部长我们现在的这个进口的美珠是 没有莱克多巴胺 那你现在又放有莱克多巴胺 所以呢 对于进口没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业者 好像不太公平喔 对不对 对 他在这样的一个标示之下 因为你又不给他标示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莱克多巴胺 你要体恤我们的心情啊 我们想吃没有莱克多巴胺 你告诉我们产地是美国 然后也不告诉我们说 这个到底有或没有也不 不给证明也不给标章 我看你之前这个COVID-19的累积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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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育大概会降很多 我是在这里还是要跟你说 你要了解国人想要什么嘛 国人想要没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食品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标示 现在的标示呢 我们需要有敏感族群 所以昨天林淑芬委员也咨询过 非基改 基改 好 那非基改 这个有基改的这个食品 卫福部说要标示 那我现在请部长 好 我现在颠倒了 我想请卫福部说 我们现在要标 这个是有莱克多巴胺 可以吗 只有标莱克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歧视的情况 那为什么你要标示这个有 是基改呢 基改不是一个残留的动物 残留量嘛 那你是说因为是莱克多巴胺 所以就不能标示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一个对其他药物 对莱克多巴胺的本身的一个 歧视的原则的违反 什么歧视呢 因为你其他很多的药物 你看加拿大 我告诉你加拿大的肉品 他就可以说这个没有莱克多巴胺 那是自愿性的标示 这是加拿大的肉品 我们可以鼓励这样做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加这个标示呢 可以鼓励他们这样做 可以鼓励厂商要做我们不反对 好啊那你要请厂商说 他如果没有莱克多巴胺 你就规定他要标啊 你这样是在照顾国人啊 照顾国人啊的健康啊 照顾国人的健康 你不要说鼓励啊 健康是在低于MRL下面都安全 什么低于MRL就安全 那有对大家的一个选择 那我鼓励性的来做 是错的 低于标准不是等于安全 请你给我低于标准 就是安全的学术报告 你讲这句话就是错的 你一再再一讲再讲 这个是错的 我要老实告诉你 你身为卫福部长 你不能讲错的资料 那请委员只叫低于标准 不叫做安全 低于标准不是安全 要不然是什么 是不安全 低于标准有的是 你要小心 如果是对于这个 所谓的敏感族群 敏感族群 我们就要标示过敏原 所以我们很多食品 是标示过敏原 所以现在请你要标示 用药残留 那简单的说 你就标示说 这个有莱克多巴胺 就是比照加拿大的 的 自愿性的标示 我们会鼓励 你不要只讲鼓励嘛 你这个就是不负责任嘛 你怎么搞不懂呢 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部长啊 你在COVID-19这个肺炎 这个你就很负责 你不能到这里就转彎了嘛 整个管理是要分层次的啦 所以你的标示 部长你看 你先看我的 我们要请你 部长你看一下好吗 就是标示产地嘛 然后标示 它如果有莱克多巴胺 你就标有莱克多巴胺 那你如果说你怕歧视 你就说标寒动物用药残留也可以嘛 所以今天就是为了部长你的 含动物用药残留 你是很认真部长我想很多人知道 我想很多人知道 所以请部长要照顾国人的健康 对于不想吃莱克多巴胺 肉品或内脏的这些国人 你就给我们一个不含莱克多巴胺 那就不要选择原产地有这样可能的猪肉 我最后再讲一次 部长我今天诉求颠倒了 请卫福部如果有含莱克多巴胺 你就标有莱克多巴胺 可以吗 比照基改食品 比照这个敏感的这个 含过敏原的这些食品 可以吗 这里面我们还是要强调这1511种的 动物残留的用药里面很难去做 好那你就标含动物用药残留 那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你就标这样就好了 这样东西里面就 那如果你 你确定是有莱克多巴胺 因为我们国家之所以定安全的容量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安心嘛 那这是一个科学嘛 标准不等于安全 你讲的就是不科学 标准以下不等于安全 请部长回去问一下专家学者 哪一篇学术报告说标准以下就是安全 拜托部长要赶快修正你的话 好 谢谢陈娇华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邱成元委员 等一下我们在赖世保委员咨询完休息10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们邀请陈时中陈部长 陈部长 邱委员长 好 部长早安 时间不多我们直接切入重点 就是说部长我们还是针对这个莱猪的部分 那其实针对这个本院委员要求 营养午餐及老弱 弱势照护场所应该避免供应莱猪的需求 除了教育部率先宣布 营养午餐全面禁用来足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现在不管说是国防部 教育部还是说体育署 甚至是说很多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地方政府 都在自治条例中定出零检出 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是全民的一个 对这个食安的一个疑虑 那刚刚也有很多委员跟这个部长 部长大概是用一个比较您认为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可是老实说国人就是不安心 那我们想具体的了解就是说 现在目前唯独卫福部辖下 针对这个所管的老人安养机构 幼儿教保机构及其他弱势的照护场所 这些身心健康相较于比较脆弱的 最需要避免吃到瘦肉精的弱势族群的照护场所 这卫福部都还没有明确的表态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各部会 其实基本上都表态了 所以这边具体请教部长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请问部长 针对这个弱势照护场所所禁用萊猪 你这个部分是否同意你支持这样的诉求 我再这样强调就是 我们要要求清楚标示加强查验鼓励国产 我知道部长 我想这个是你为政策辩护 我都可以了解你这个态度 可是现在大家就是不想吃到 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这个是你必须要去正视 这是一个民意的一个诉求 而且现在是大家一个全民 非常几乎超过六成七成以上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想你还是要具体 而且其实很多相关的部会相关的团体 他们都已经禁用了 唯独卫福部辖下管理的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就是要就像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部长是不是应该 来针对这个卫福部主管 弱势族群的相关机构 包括这些没有被照顾到的 这些团体 还有相关的这些执法 来去做通盘的这个检讨 向行政院提出这个相关提案的修法 保护健康 包括其实本席 其实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 长照的服务法 还有这个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法 以及老人福利法 那本党党团也提出了相关 儿少的这些相关法令 不过之前没有在这个院会上被否决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 卫福部你要担起这个捍卫 全国人民这个健康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些弱势的机构 因为我们知道国防部 教育部都已经自己都已经很严正的 把他们的态度表现出来 卫福部可不会 照顾一下你这个小小管理的这些部分 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通盘的这个检讨 然后来去做一个相关法制面的修整 提出给行政院来去做核定 我们当然会做必要的管理 但是用法令禁止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强度应该是足够的 可是现在大家就是真的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跟这个 蒋万安招委喊话 我们知道说昨天这个林毅华委员 他非常的委屈 因为他们提的相关的提案都被挡了 那本席办公室其实也提出了 刚刚针对长照老人福利 身心障碍者的保护法 来让长照机构这些相关的弱势团体 可以禁用萊克多巴胺 所以也请召委如果说在这个会期 是不是可以务必帮我们来排案 因为我们本党现在没有人在未还委员会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 陈部长你真的 因为您之前是我们防疫的这个英雄 但是在萊猪这个部分的议题 确实让国人对你产生比较多的疑虑 这部分我们希望你可以正视大家 这个名义上的一个态度好不好 OK 那再来就是说就叫这个 陈部长 就是说今天省的五个命令 行政命令其实都跟标示有关 在国外的部分 不使用来界的肉品也渐渐成主流 那刚刚其实有其他委员 包括这边我们都有看到 其实国外都有都已经做了 那您当然提到说 你可以请厂商自主来去鼓励他们去标示 可是老实说我个人 我是一个产业界出身的 我常常觉得政府都把责任推到 这个厂商跟这个低限的消费者 其实老实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我们希望还是可以在源头管理 包括其实说我们都要在食品添加物管理法 还有就是说这几年的食安事件 我们如果说看一个加工食品 譬如说我们一个饮料 一个果汁 一个加工的果汁 后面你有浓缩果汁 你有柠檬酸 你有糖 你有水 你有香料 这个你都可以标示 甚至当时在这个添加物的一些风暴上 香料甚至要把它溶剂都要标进去 那我们具体的这个 筷状型的猪肉我们不讲 但是在再制品的部分 我认为在添加物的标示上 是可以把它要求 定定相关的法规 去把它明确标示出来 有没有萊克多巴胺 因为一般如果说你要用产地来辨识 当然我们可以 比较容易说 我不吃美国猪可能比较碰不到 刚刚陈主委有讲到说 加拿大没有用 但是我刚刚查了一下 加拿大现在还是有在用 所以之后 你开放进口之后 其实加拿大猪有可能会混进来 那如果说你 一般的肉品我们不讲 但是你在加工制品上 你用添加物管理的方式 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 请部长回应一下 因为它并不是添加物 它是一个饲料 饲料裡面含有这个 所以在身体产生一个 动物的残留的用药 那我们把这种残留 把它的规定清出来 那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真的部长 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个民众的心声 我开了非常多座谈会 现在大家的心声是怎么样 这个台湾的猪不能吃 萊克多巴胺 可是我们的国人 却吃得到萊克多巴胺 这个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部分 劑量差很大 劑量差很大 没有错 但是大家就不想碰到 那在辨识上有难度的时候 那所以要悬场地 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说服国人 国人就是对这样的部分没有信心 國人尽量用国产柱 在制品怎么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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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就一直在讲 在制品你要标原料的原厂力 而且你的稽查能量你就不足 你整个稽查能量 包括就是说 農委会的这个防检局 四个分局也才375人 衛福部 食药署 三个管理中心也才83人 这个部分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 支应到后面的问题 文位加边经费增加人能力 那这个就回到我们昨天讲的 那应该是要做源头管理 你不要做末端的管理 我没有时间了 好不好 这个部分 請真的帮我们昨天提的 这个源头管理的部分 真的还是要回归到 溯源管理的部分 你把责任下放到给民众 风险给民众 或是场上来承担 我认为这样是比较不负责任的 五言指教的源头管理 我们会做 谢谢 好 谢谢邱成元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林一金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陈其中主委 好 我们请陈主委 主委好 委员你好 主委辛苦 董委会最近处理美猪美牛 事务很高充 上到这个政策制定 下到这个地方沟通 我觉得您超级辛苦 真的是对您非常感佩 那我想本期要延续 上一次在9月30号 在卫环委员会 我们所讨论的议题 就是我们鼓励 这个 校园的那个营养午餐 来使用三张EQ的食材 那其实2017就开始推动 那国产的农产品的这个覆盖率 从原本的11%大幅提升到61% 那我们每年 我们又提高美人 每餐又要补助这个3 从3.5到6块 没错 那我想本期非常肯定 我们行政院去宣示 去追加这一笔的经费 让现行的这个学校营养午餐 可以采用这个三张EQ的食材 那我想某个程度 也因应说 因为我们国产的这个食材 增加成本 那当然也提高 我们使用国产食材的这个诱因 那可是好 我们再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全面使用国产食材 当然是好事 那让我们下一代吃着健康又安心 那也促进发展我们的这个 在地的农业发展 那可是问题来的就是说 在市场的机制之下 那当然我们在地的这个食材量 会提升 那量提升之后 当然促进农村发展啦 区域经济活络的帮助 可是我们 我们本来是60%嘛 但是我们每年是不是 想要把它提升到百分之百 好 我们有这个胸心壮志嘛 是 是嘛 好 但是我们提升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们的辅导机制是什么 呃 真的很 感谢委员 针对学校 三千六百多所学校 一百六十几万 将近一百七十万学童 那全面使用在地食材的关心 其实这个也是 小英总统的食安五环跟新农业政策 所以2017年我们开始要在 那时候就在台南市有优先来举办 那其实台南市也做得很好 包括之前那那个 赖金德尔副总统在担任市长 以及或许黄伟哲市长 他都全力的要求教育单位 跟农业单位配合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覆盖率已经从11% 就如同委员到61% 我要特别补充 我们的检验齁 从国民党执政时期 蔬菜大概检验不到200件 我们现在检验是三千多件 所以检验的合格率大幅度的 从九成提高到九成五以上 那现在委员问的就是 怎么让61%到百分之百 其实那个重点就是要几个 第一个要让所有的食材业者 包括餐盒业者 因为学校午餐有很多样态 他有团善业者 那有自设厨房 自设厨房 又有公办公营跟公办民营 农委会的责任就是配合教育部 把所有的业者都找来 其实我们也都去沟通了 那确认 重点就是要让他们有合理的利润 所以我们那个3.5元 每一餐当初计算 有计算说 用三餐EQ跟非商餐EQ的价差 这时候再把猪肉 鸡肉等这些 的国产跟进口的价差算进来 六块钱 业者绝对是 非常的乐意来配合 因为我们未来是主菜 副菜 蔬菜 都要国产化嘛 全面嘛 因为主要是主菜啦 有一些葱 姜 蒜 不是国内生产季节 没有提供的 那个就 那个就不在这里面 成蒜桃 现在蒜桃都是进口的 所以那个部分就不算 但是其他的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学校以外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像国航部啦 经济数债的公家单位 我们也想要全面采用国产食材嘛 应该 麻烦一位帮忙 我们国军已经也是用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国产食材 如果说全国 我们不管从我们的政府体系 对 然后到各个民间团体 都尽量采用我们的国产食材 那现在问题就会来 这个就是说 在供给量不变 可是需求量增加的时候 你像学校端来部分 在期间哪里有公补应酬的这个颗链 我知道委员担心的是说 因为现在是全面使用嘛 会不会供给 那如果公补应酬 就有可能价格上涨啊 不 如果委员不 你选择素材 短期业菜类 三个礼拜到一个月就采收了 所以如果食材业者确定 那我们会到产地端去媒介 这第一个 那猪根基 其实从几个月到半年 就会一轮 那所以这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不担心供补应酬 我们只担心说 那个需求力道如果更大的话 那其实坦白讲 就如同您刚提到了啦 就是说 当然我们最好是用当季的食材嘛 是 当季的蔬菜嘛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 非当季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也是要加减去用到 其他的替代的国产食材 但是你如果非当季 你计划一定会比较贵的 是啊 所以老委婉婆 我们还是希望要食当季 像我们的水果有三十几种 250万公吨 全世界没有像台湾可以生产那么多 所以水果其实一年四季都有 蔬菜的话 其实我们也大部分都有 所以我们也跟业者讲好 当非当季的时候的一些 其他的除外措施 或者是比如说台风天来 刚好减少死亡的时候 那个都有排除掉了 那这本世界还有一个问题 是说 我们全面国产的话 我们选用食材 因为说实在 因为季节性的关系 有可能我们国内不成散 有一些必要的 你都从江山这种东西 还是一些其他的食材 我意思是说 如果这些菜肴 不知道对孩子的应用不知道有影响吗 这不知道有研究吗 当然全面国产化是好事 但是希望说 我们农委会和教友报 要来协力合作这行工作 完全同意委员这几点提醒 那我们都在全力配合 我最后要特别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美猪美牛的议题 纷纷饶好底下 这个是最进步的 因为我们一直想要让 所有的学校用在地食材 然后享受到当地 那他将来的食农教育 还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序幕场 所以农委会的责任就是 是要让明年1月1号 全部使用在地食材 但也不要只有学校 是不是所有的我们的市场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可以这时候 像我们也想推食农教育 那透过市场上的清除标示 让所有的消费者 选择台湾的农产品 我要感谢主委啦 就说我们在非三非四 也在多加8块 那在那个偏远地区 也多加20块 这个部分其实是 对这个 这个海统其实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 一个午餐好几个世界 院长也要求农委会跟教育部 针对全国三分之一偏远的学校 一千多个 是 我们会提供所有的运输跟冷链 对 让他们吃的也跟都市的小孩 一样 一样好 那会长感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 好 谢谢 谢谢陈主委 谢谢主席 谢谢林毅金委员 接下来请賴士堡委员